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霍哥 我正在找两米长15公分粗的棍棒 但是找来找去,只找到一颗榴莲 勉强当成囊牙棒吧 好,不开玩笑了 前几天我曾经介绍一个武学大师 名叫陈鹤稿 这个名字十分的难念 我经常误念成陈鹅稿 大家请原谅我 因为大家看了他的精彩表演以后 就不会认为我的名字是念错了 大家有没有一种群魔乱舞的感觉啊 不错 这就是我们伟大的表演艺术家 武术艺术家 陈鹅稿同志发明的一套拳法 名字叫做 疯狗拳 大家听到没有啊 这个音响效果就是陈大师所发明的豪叫 据说啊 他说这样一种豪叫啊 能够震慑威慑敌人 并且在打斗过程中啊 能够给自己提升勇气 不过啊 我怎么听啊 觉得都不对位 我们来看看真正的凶狠的狗叫声 是什么样的 好 我们再来听听陈大师 他自己所研发的狗叫声啊 是怎么样的 叫声中充满了悲惨和凄厉啊 我光是听见这个叫声啊 我的心里就开始收紧啊 啊 生腾起了一种啊 同情和怜悯的心思 不知道啊 哪家的小来狗啊 又在遭受主人啊 不可描述的事情啊 不过最新的消息 却让我对疯狗权的印象 产生了巨大的变换 不错的剧情彻底反转了 我在网络中啊 居然找到了 陈厄稿大师的徒弟 罗神贵与歹徒搏斗的视频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居然还是出现在新闻里面 今天跟您说的事啊 发生在2005年8月26号 这个中午一点半左右 说在这个深圳梅园路237路的车站上啊 说发生了一起命案 这个死者呀 是个小偷 那咱就来看看当时发生了些什么 说当天呢 这个死者和他的两个同伙 正在这237路公车站呢 在那边行窃 偷人的手机呢 而这个时候正在这边等车的 有一个叫做罗神贵的人 他看见这情况 是一把就喝止了那三个人 于是乎啊 这三人跟罗神贵是卯上了 四个人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斗 6月26号下午 罗神贵和朋友郑小燕 从梅园路达237路公交车 到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小燕的同伴罗神贵 刚好从报纸买报纸回来 马拉的 跟我首先那个人推开了一下 那些人好像说他 反正说他突然往前是又臭卖他嘛 那时候 然后我们就不管 我们就只管上车 那车刚好开了 那你还走了 又折回来找罗神贵三丈 于是四人撕打起来 三个小偷一人拿着匕首 一人手持两米长 15公分困盘 打到场面 极其血清 说当时啊 您看 这边这位红色的呢 这位就是我们的当时 罗神贵 而这边这三位呢 他们就是那三个歹徒了 一开始是三个人一块围上来 对着这个罗神贵的 然后啊 这边这位几个回合下来 就招架不住 他先撩了 然后啊 这边这位就拿着刀子 就冲着罗神贵来了 而罗神贵这时候 手上也拿了把剪子 划了两下之后 发现也不是对手 于是这边这位呢 拿了一根棍子 也不知从哪弄来的 说这个棍子呀 当时有两米多长 15公分这个直径啊 这么粗 冲着这个罗神贵的肩膀 就是这么一棍子 但是罗神贵给躲开 而且用剪子呀 抄这个拿刀子 胸口捅了一刀 于是这位就应声倒地了 而这边这位呢 继续和罗神贵来搏斗 但也不是对手 最后也是重伤啊 自个一个人跑到旁边的一个暴亭去了 那么这边这位红颜色的是谁呢 他就是我们当时被这个三个人呢 设置为目标的这个被偷窃者 也就是小燕 他呀 在整个过程中目睹了他们的打斗过程 可以说是心尽胆干啊 好 我在这里稍微停下 下面是对当时三个围观者的采访啊 这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信息 希望大家注意听 看看你们能不能够发现 这些被采访者他们的话语中 究竟有什么疑点 当时他首先是拿的报纸 就是那个歹徒用那个匕首来试他的时候嘛 然后就是剪刀就刚好放在上面 当时开始我 我知道剪刀是我拿给他的 还是他自己拿的 那时候我就怕了不得了 我本来不敢去看他 然后就是他用剪刀来换为自己的 然后后面本来就是 我看到情况 就靠那两个就是歹徒走了嘛 然后后面就是有一个就是 有一个就是 罗承贵他手上的这把剪刀是哪里来的 放在上面 当开始我 我这个剪刀是我拿给他 还是他自己拿的 然后那时候我就怕了不得了 好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其他的一点 罗承贵逮到这个机会 转身躲到了广告 反正等他出来之后 他手里已经有一把 当时一把三角形 也就是十四 十三四公分成的一个 一个东西 但是我当时是什么 事后才知道是剪刀吗 摆头将棍子吸向罗承贵的 左边 被罗再次闪开 一个很快的动作 罗承贵将手里的剪刀 刺向拿匕首的匕头 刺完之后 当时那个死者 还拿着刀子往罗承贵身上 就划了几刀 但是都没划上去 这几刀划完之后 他才慢慢的往后退了几步 跪在那里 然后就没什么动静 接着罗承贵将持库人刺伤 伤者迅速 一直跑到前面 前面那个保安岗层那里 在那里坐下来 坐下来 因为他那个 犯的伤势也挺重 因为他捂着 我觉得这个部位 心口部位 然后他血一直从 衣服里往外冒 我看到他很晚了 那时候 当时他跑一个 倒过来一个 就是这里 这一个就是三个吗 一共三个人 对 好 这里面有第二个一点 大家注意到没有啊 所有接受采访的 现场目击者 他们描绘了一些 所谓的现场的 这个打斗的过程 但是啊 他们的话语中都忽略了 或者说是没有提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应该在罗承贵打斗中出现的现象 罗承贵可是成恶搞的徒弟啊 他在打斗过程中绝对口中会发出 这么明显的特征 居然所有接受采访的目击证人都没有提到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正常的啊事情啊 就这两个疑点 哦 还有一个当时一个歹徒他抓住了根两米长15厘米粗的一根木棍啊 这是原话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 这是个什么概念啊 一人手持两米长15公分粗混合 两米长差不多是篮球明星小皇帝詹姆斯的身高 这个还勉强能够忍受 但是他说有15厘米粗 这根棍棒有15厘米粗 这是什么概念 碗口大小的根棍棒 难道是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吗 如意金箍棒缩小了也没那么粗 难道是官老爷的青龙雁月刀吗 青龙雁月刀也不可能有那么粗 15公分啊 一只手根本就不可能握得了 好吧就分析到这儿 我也不好再多说什么了 毕竟是新闻节目 那大家好生想一下什么是新闻节目啊 参见雷工大师的拍西瓜和缺步飞 就是新闻节目 好